Hello, 大家好, 今次开箱的就是这个超人发光榴弹套装 EX-1 今次发光榴弹又再次出一个 EX 版本 但其实里面的超人 G 和 Power 曾经在云限的第三弹推出过 牙刷超人就在第十五弹中发售过 今次再推出虽然可以说是可以弥补当初没有入手的人 但想不到三个超人竟然连动作姿势都没有变化 这一点实在太可惜了 开箱后里面是没有说明书 内容都一眼看完 除了超人 G 还有多一对替换手之外 每一个超人都有两个脚座和一个发光灯 首先先看超人 G 超人 G 只能说是正常的榴弹质素 不仔细看的话其实问题不大 只是边线上色比较乱 背面因为要放发光灯 所以有个竭盖线我都可以明白 但屁股又不可以拆下来 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线线在里面 而公仔左边的相色是有点差的 公仔头和脚换都可以拆下来 但没什么特别 超人 G 也可以将双手拆下来 换上另一款替换手 公仔后背的盖位有点确实 要用力才可以将双手揭起 之后放入发光灯就可以了 第二款超人 Power 了 个人觉得 Power 上色做得比超人 G 好 身上线条上色没有超人 G 那么集乱 公仔也充满骨感 摺痕也刚好 不多不少 屁股和超人 G 一样 有意义不明的线痕 背面打开后 不知道有什么用的零件掉下来 超人 Power 用白光 直接放上去 把背面吸收好便完成 最后就是牙刹超人 牙刹超人是三款之中最好 牙刺最少 如无意外三者都是采用之前的毛组所出 牙刹超人比较后才出 所以整体质素都比前面的两只 公仔头、双手、腰、双腿和脚管都可以分拆出来 牙刹超人直接由公仔腰中间分开 放入发光灯便完成 整体来说三款超人都是扭蛋的质素 大家入手时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这次我个人是失望的 首先外面之前的定价500多港元 现在现货还要700多 更加不抵 其次三款公仔质素不算很好 性价比也低 最后就是刚才都说了 三位超人都是之前推出过 今次官方连姿势动作都不换 直接又推出一盒来发售 简单来说就是炒冷饭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值得欣赏的地方 内容都不见是有进步的地方 除非是一直存开这个系列 或者之前没有买到云限三的师兄 如果不是的话 这样的价钱真的不建议入手 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和给个赞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